都说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的 所以你看 真好只是从小到小的时候 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呢只要肯干 还是能够可以创造未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的第二个问题 继续来解一下 大家好 这就是我老家 我家是常常去乐山镇 然后平时在市里打工 秋秋都忙的时候 回来帮父母干干活 我是杂报我节目人 有一天晚上看节目 看兴奋的看一句 然后我就后面 我就喜欢医生那种厉害的 还挺孝顺的 然后这种人做什么事 都拿起放得下 找媳妇就得找一个 能管住自己 就像我爸我妈那样 不跟我妈说啥 我爸只有挺的份 我从小被我爹灌出思想 就是丑提机的家中宝 别找太好看的 要找能干的 就像四号卖鱼的 五号真好吃 我就挺佩服的 叫沾半风的女孩 如果能调到130下 我指定能接受 六号长元的股东 我看选也是挺多 我也喜欢这样的女孩 因为有点肉的 只要你身高占1米6 140斤以下都行 我觉得现在女孩 要的东西太多了 房子车我家里能给 但我自己现在给不起 囤子里有不少卖楼的 孩子还不上贷款 爹妈往还 行行都不会记住 他在室里住 那家伙那臭 小屋还不大 我们去当家 我就说 哎呀妈妈 见了 你说你给这 哪有家 那个房子啥 臭的长 那你就臭心不难受 当妈的 妈我 这嘴就眼泪都要掉下来 我也瞅孩子 那天我说 我这赶紧小监狱 我就没气 我就说 我说妈见了 你瞅你这 这我住这个 我说你说 你这不问他啥 你回家 再不问他话 这买楼 他这种心 吃辛苦 他这都那么想 没啥压力 有啥历 有家调你好 前后院两所大房子 那这个农村 你这调你的多好的 上总等 你这么说吧 不是 你说这摆子呢 你说这 你这 这盐片都是摆子呢 因为家里他爸 那可能干了 你说大苞米 还用得一勾引 你这村子干活的 没有钱他都能干 反正他到室里干活就行 这楼现在这楼都贵 现在爹妈这不这压力大啥 这些 没压力 有啥压力呀 别跟我说不用走 闲子找不着对象 等有钱了 啥那女孩都能找着 但是我总觉得那样的女孩 跟一起苦过来 感觉不雅 我觉得我除了 任干不服事以外 比别人强 其他没有什么优势 台上的女孩 能接受这样的我吗 4号江珍珍 小伙儿你好 我发现你没想着我 你想着我磕着嘞 我看那短片说的意思 就是不能长好看的 就得长磕着嘞 你不要求140斤以内的吗 那我好像130 其实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130斤 你另外一小伙儿 你知道我爱琼瑄眼是啥不得 我给你咽头一遍 你别说了 来吧 家住吉林渔树 为了卖鱼对象都没处 谁敢跟我处一处 我是一棵摇弦树 你别瞅瞅我的眼睛 你瞅她 我喜欢微胖的女孩 我这130还不胖啊 明儿给你长到150 你不不要求140斤以内的吗 我说少说点 明明我160 我长到130 把你说150我就又变了 你就说你要多少斤的吗 你要多少斤我是多斤 不是你咋改成卖鱼的 你说你要多少斤的吧 啊你这平时话都说顺嘴了 你是觉得不适合是吗 不适合 不适合 完了我白整这半天了 一会儿120 一会儿160 这给这数全说了 完了完了完了 伤心了 这眼泪整娃娃的 来 掌声有请 姑娘有请 你说台上面有台下有这小伙子蒙了 咋的了 啥事啊这是 你没事你想问啥 你问我 用话筒问 你不用话筒问问吧 你们说的挺长啊 知道小伙说啥吗 啊 小伙说这是什么环节啊 我没看这么多节目 这是啥环节 咋上了一个人呢 本来王母说那你是咋的 他一上来你紧张 我是一直都紧张 我到现在还没放松呢 是不是咱俩说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就这个内容 我说对不对 原话 原话 我告诉你 你今天表现的相当的出色 就打动了台下 咱们接力女嘉宾 现在呢就是场上没有 场下有 明白不 明白了吗 你说姑娘冲上来要干啥 她要干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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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 这啥环节都不知道 啥在一起啊 你们都急成啥样了 她上来干啥来了 对 对 啥玩对啊 她稀罕我 她稀罕你 说对了 她稀罕你 对 她稀罕你